過這個會生我昨天聽完 太荒謬了 跟我說60次去ATM存行大不了嗎 你除以六年一年十次很奇怪嗎 我們跟你講的六十四 是2020年的這一個月內 還有2023年到2024年初 你在跟我講六年 這個就很奇怪 而且我們講的是 你三十天內去存了二十次 然後你跟我講一年十次 這差別很大 陳佩琪在玩什麼把戲 陳佩琪還講這個 裡面這個保險箱 有兩個保險箱五十萬五十萬 小朋友萬一發生什麼事情 要急用的話 你可以來沒有 去ATM領錢比較快 還是去保險箱拿錢比較快 而且三個小孩 你為什麼不分三個保險箱 是兩個保險箱 這個都太奇怪了吧 是啊 優秀姐 我們其實這樣講啦 過去大家對於他們帳戶的質疑 已經有持續一段時間了 那為什麼他會選在昨天 召開所謂的記者會 那事實上參與的媒體 也是他們精挑細選的 也不是廣邀 也不是大家都來 對 那為什麼 其實就顯然 昨天發生一些驚天動地的事 所以逼著他出來嘛 那這個這兩天發生 所謂驚天動地的事是什麼 大概就是檢調 檢聯去希望他去開保險箱 然後讓他們去進行一個 蒐證跟調查一個情況 那好 在這種情況之下 然後你緊急召開記者會 會不會你講的東西不重要 反而是你沒有講的比較重要 例如 譬如說 事實上在媒體第一時間 說檢聯去發現 陳佩琪有一個保險箱 裡面有什麼珠寶啊 現金啊 甚至還有冷錢包 也可能就USB或什麼的 結果陳佩琪昨天有講冷錢包嗎 沒有耶 對 而且昨天明明媒體一開始報導 好像是一個保險箱 後來就發現 他自己講兩個保險箱 對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他現在把這些東西講出來的目的 因為他講出來之後 就變成是一個公開資訊 那是不是就可以讓相關人 帶消息給柯文哲 譬如說他說 我們保險箱被查啦 裡面有五十萬 那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有關於保險箱的錢 就只有五十萬 超過五十萬的不能講 或超過五十萬的 欸 不是喔 不是喔 裡面只剩五十萬 不是五百萬喔 對啊 是不是在打PASS 第二個事情 現在就是啊 浴室啊 什麼珠寶啊 這些啊 那沒有冷錢包喔 是不是冷錢包不能講 那個冷錢包我們收起來了 或者是冷錢包沒有被收到 是不是有這樣子一個 就有時候他講出來的東西 反而不 譬如我有十樣東西 本來放在裡面 我現在講出來的是五樣 那代表告訴柯文什麼意思 另外五樣我們收起來了 是不是其實有這樣 有可能啊 因為柯文哲雖然聽不到 律師聽得到啊 對啊 律師 而且當他一旦 變成是新聞媒體報導的時候 律師就可以把這些內容轉述 但轉述的就是已經公開的 那假設我本來裡面 藏了十樣東西 我現在告訴你 我只被收到五樣 那意思是什麼 沒有講出來是什麼 另外五樣沒有被收到喔 這是其中人家有外界 有這樣子的一個考慮 第二件事情 我跟你講玉山 你跟我講喜馬拉雅山 現在就是這樣 很喜歡玩這一套 譬如說我們從頭到尾都說 緊連認為你涉及到不明財產 以及有可能密集的一個 存入你小孩跟你個人的賬戶 就是兩個時間點 總計619萬 一個是在2020年的3月 一個是在2020年的10月 到2022年23年的5月 對就是這樣 這樣實際上 這兩個加起來大概60次左右 總共619萬 我們跟你講是這樣 結果你看是告訴我們是什麼 第一個 母親2016年7月存入410萬 我們有問你這件事嗎 沒有啊 你講2016年幹嘛 再來第二件事情 那加上老人年金 從2017年到2024年 一共提了535萬 你提了535萬 所以你要知道喔 這個他的 所謂的1625萬 不是說我陳佩琪 現在名下總共有1628萬 不是喔 他現在告訴你 是從2016到2024年間 我這一些相關錢 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的金額 有1628萬 換句話說 有的是進 有的是出耶 你懂嗎 所以還是跟你這邊 跟你歐白揮啊 就是跟你揮一些 他先把時間拉長 講到2016年 然後告訴你那60次分 從2016到現在那麼多 那一年10次有很多嗎 可是我們從頭到尾 沒有跟你討論2016年啊 第二件事情 我們沒有跟你討論 你自己個人的一個 薪資所得 或者是你母親的一些狀況啊 那你講這535萬 我也必須要問一下 請問你這樣提了535萬 啊花去哪裡 他有講嗎 也沒講啊 再來第二部分 他說他薪資所得 過去存款啊 總共提了528萬 很有趣喔 那你現在提了535萬 跟528萬 這兩個是提 第三部分是柯文哲 他自己 結餘剩下230萬 一個是提 也就是出去的 一個是結餘 就原本在這裡的 請問這兩個有什麼關係啊 對啊 你現在黑白 大家講什麼啊 他根本就在混搖我們 就在亂講 就是我從頭到尾問你 哎玉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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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跟我講 喜馬拉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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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知道在給你這邊 給你問東瓜 你講西瓜的這種概念 完全就是當年 當時講到他的那個賬戶的事情的時候 進總賬戶的時候 我們從頭到尾問你 916萬 你要的那一筆錢 啊你到底怎麼開的 你怎麼用的 你怎麼這個相關的 結果他告訴你 你整個總賬裡面 然後什麼910塊 再加上什麼多少錢 然後湊在一起變成96萬 所以你就會發現 他根本就是在 就是弟哥到菜哥 他故意在模糊我們 然後呢 甚至在光講到的 剛剛第三階段 230萬部分 2018年 哎媒體當時報導 事實上你們那一次選舉 是虧了60萬 對 結果現在變成他口中 變成還有結餘230萬 你這樣兩個一插就插了 快加起來快300萬 對啊 所以你就會發現 他根本就 我不知道他在兜一個什麼 我講一句實在話 如果今天人家污蔑我說 哎你有不明財產 我會怎麼做 我會把我所有戶頭調出來 對 我會告訴大家 我現在戶頭總共有多少錢 我過去一段時間 我收入是多少 我支出了什麼是多少 所以我現在戶頭 總共有多少錢 沒有不明財產的問題 好我現在問 我們現在現在講那麼多 我們全台灣觀眾 有誰可以回答我 請問柯P跟他太太兩個人 所有財產是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對啊 講了那麼久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在說什麼 你1628萬 你有包括柯文哲 這一次七千多萬 付掉4300萬的現金買房子 剩下3000萬 你有沒有在裡面 沒有啊 你有沒有在裡面啊 那你裡面的1628萬裡面 又有提的又有進的 又有提的又有進的 你到底是提還是進 對 你就根本不知道 根本搞不清楚 他還講什麼啊 根本搞不清楚 所以他為什麼要扯這樣子 他其實就是故意 創造一個假象 什麼假象 我光是提進出的錢 就1600多萬 我有必要去 跟你那個不明財產 600多萬嗎 其實你就是啊 不然你為什麼不能直接告訴我 請問你那兩段時間 你為什麼要密集 存了那麼多錢 你錢從哪裡來 而且你現金到底 從哪裡來的啊 對啊 我想知道你現金 從哪裡來的 如果你是從銀行 領出來的現金 愛銀行 領出來的現金 你要存到你的帳戶裡 這不是很奇怪嗎 這錢一定有來源嗎 而且是現金喔 對 現金誰給的 是我跟你講喔 這個很有趣 因為我朋友 跟我提醒一件事情 他說我跟你講 他自己本身有這個習慣 為什麼他有這個習慣 他有一個帳戶 是自己平常就在收支的帳戶 另外一個帳戶是什麼 就是他的房客 會每個月交給他 會有一筆錢 可能一個月會一次 或者是一季會一次的錢進來 所以他有另外一個帳戶 是別人會給你錢的 然後他這個帳戶 就會變成有人會錢給你的時候 你才需要把他給提出來 然後再存到自己常用的帳戶 所以我大膽假設 他為什麼習慣拿 拿A帳戶弄B帳戶 因為有時候 有人會會大筆金額 進入到你的A帳戶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要把這個A帳戶的錢 那個化整為零 分次然後慢慢提到自己原本 常用的帳戶 這樣才會眼人耳目被看到 那不知道他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總之他光是這樣密集操作 就很奇怪 第二件事情他不是說嗎 我的兩個保險櫃 就是我們兩個 那個以防不實之需 緊急自由 因為我老公是市長 然後感覺工作也不是很穩定 如果一個月這樣幾十萬元的 幾十萬元收入的市長 做了八年還會不穩定 那我們這個叫做什麼 我們這個叫做招不保系 我們這個叫做 沒辦法夠三個重 有對不對 他那都可以 我們現在這樣 莫名其妙 大家都變可憐人 超可憐的啦 真的是莫名其妙 然後再來 他說兩個 你有三個孩子 你怎麼可能只有兩個 沒有另外那個 幫我死 不要吵他 怎麼可能 我朋友提醒我 他說如果你是有所謂的 洗錢嫌疑 這樣狀況情況的話 你薪資 你的所有的帳戶 全部都被凍結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要找到沒現金啦 所以沒心自己 戶帳戶隨時會被凍結 對 所以才需要有個五十萬 跑路費或是 你不要說說緊急生活應用金 也可以 但是就代表著 他們經預防到 有一天你可能 資金會被凍結情況 你才需要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 昨天他出來講這個話 其實從頭到尾 只有一個訴求 然後溫情訴求 然後他很害怕 自己也會變成是一個被告 然後因為畢竟有那個 不明財產 而且可能會有涉嫌洗錢之前 所以他出來來設一個斷點 然後呢打悲情訴求 然後其實他所訴求的對象 就是他們自己原本的 始終的支持者 不然稍微有一點點 生活的經驗跟一個理智人 就說怎麼可能會有這樣的事情 然後從昨天這樣的一個行徑看來 你會發現他們兩個夫妻 到目前為止 完全沒有打算要認錯 或者是要承認自己的一個問題 那我朋友跟我說其實也可以理解 我說怎麼可以理解 都出這麼大 誰要解說的 他說我問你喔 假設我們現在假設 柯P收賄一億 我們假設一億 假設他的刑期有可能上十年 就等於是關十年 假設啦 那一年可能就是價 代價就是一千萬嘛 我一年365天 一千萬除以365天 我這樣沒關係 我不要我都不要講 我這樣就給他下去 不然我不要緊張 你把我拚拚沒關係 我死要錢 我這樣一天27397 273 一天也有兩萬多 就是我什麼時候 我在監獄裡面 我一天就有27397 因為我的一千萬存在那邊 我的一億在那邊沒有人知道 那假設如果他最後只有判五年 哇那就是27397的兩倍啊 就一個我們每天 我們再怎麼跑斷腿跑動高 一天也不可能收入五彎 所以呢換句話說 為什麼包括他跟沈慶晶 到目前為止 沈慶晶沒有轉污點證人 然後柯平沒有講一些金流 然後橫沛琦先生也是 嘴巴很緊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其實他們現在就在賭一件事 我就讓你查不到金流 大不了柯文哲就是用土利罪 那土利罪 我龐大的一個相關的 假設都有收費的話 那你能奈我何 我這樣咬著牙 咬一牙撐過去 其實最後龐大的這個資產 還是在我家 只能說民眾黨 因為有柯文哲啊 真的就是 一婆還未平息 一婆又來親戚 一生一絲如夢初心 哈哈哈哈 你一唱我都想不起來 這種歌是誰唱的 神神的蕭草 神神傷心 哈哈哈哈 傷心太平洋啊 你最近也是去拿 去逃出影員練歌是不是 前面唱的有比較好 大家都聽得出來 有進步 還是有進步 對至少你你做出來任先起 好我講的 總之啊這個關於 比如說眾望激進的鑰匙 怎樣 我覺得許甫很奇怪 許甫跟陳志良兩個 常常講話不同調 怎麼回事 我請問一下 我現在有上一副新房的一把鑰匙 我可以打開他的新房 請問跟我現在有上一副新房上的一組密碼 是不是都一樣 一樣啊 尚一副新房已經汗死了 哈哈哈哈 汗死跟民眾黨 民眾黨那個男生一樣 都不能下吹 各位我這裡面是一排亂嘛 金釀 金釀好互換 我有你的冷錢包 哈哈哈哈 好 總之啊我們來看啊 總之柯文哲的帳跟你們兩個的關係一樣 撿不斷你還亂啊 沒有 他比較複雜 打很多條線 我們恐怕只有單線 一剪就沒了啦 好重點來了 保險箱 保險箱裡面常會放哪些東西 如果我們用很多啊 所謂這個犯罪的案例來看 保險箱裡面都常常會有什麼 咦他有這個你看他會有現金 那通常正常人不會把錢放現金 對啊 不會把錢放那裡 有一些人為什麼會放 因為他可能是帶大筆的 譬如說美金啊 有的沒的 而且他是怎樣 他的來源不用申報 所以很多 所以說就是說包含連公務員啊有一些 他們就沒有要申報的時候 他可能就放在這裡面 因為公務員可能要申報什麼 貴重物品等等 財產申報要報 對這個 那放在這邊 因為我跟你講因為保險箱 他有一個特色 他是有匿名性跟隱藏性 就他能做到匿名跟隱藏嘛 所以你要知道這一次叫做 這一次查是什麼 減連調 減連調一起查 他如果沒有很明確很確定 然後呢他如果沒有這個搜索票 他不是一般人就可以去查 他要有搜索票才行 你證據不夠法官也不會開 而且總公司是不會有分公司的 這個客戶的名單 所以是很不容易的 那第二個是什麼 會放的就是說 可能我們邱敏寬先生 有很多的股票 債券 他可能就放在裡面 那合理 因為你看 其實那個保險箱 他並沒有很大 比較小他沒有很大 他也有像一個長條 對如果是紙本 他可以放很多 他可以放很多 所以這個股票跟債券 股票不是都放幾保就好了 另外什麼 還有這種 數據儲存樟置 以前恐怕沒有 在你看現在連上衣服都懂得金藥了 這代表什麼 我跟大家講 金鑰匙 好 這什麼是冷錢包 我要跟大家說 像我就有 但是 對我有 那首先是這樣子 APP他會有一個介面 就是APP的 金額就不用給大家看 真的蠻少的 這個金額他換算都是用美金啊 本人我就是買以太幣 在這個去年的時候 我已經上過政論節目 我說我都有賠錢 賠很多 我加密貨幣買很多 賠到剩下 我還有那個狗狗幣啊 財犬幣我都有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重點是什麼 他這個APP 他可以隨時 就可以把錢發到你那邊去 如果我按發送 然後如果我有你的這個 你現在發給我 位子錢包 比如說你有位子錢包對不對 我就把它收到這個地址裡面 你就給我你的這個碼 然後你就可以發給我 我馬上就可以發給他對不對 但是為了安全 所以什麼叫冷錢包 會有一個類似 比如說像這個是加密的USB好了 USB的儲存裝置 或者是我的話是一個名片 名片大小的 他可以連那個藍牙 意思是說我要送之前 我必須要連我這個金鑰在這上面 對那有一些用那個用這個USB的這個載具的話 他要插電腦 那我的話是名片 他只要藍牙對上 確認兩個東西是在一起的 我就馬上轉錢給他很快 很快非常快 然後呢 但是各位要知道就是說 還有另外一種是什麼 除了可能的是USB裝置之外 名片之外 可能還有什麼呢 就是紙 因為我們像有些人會用這個APP 像狐狸錢包這樣的錢包 他是用12個 12個英文單字當密碼 那有些人可能是天才 他可能有腦包 腦包 你有腦包嗎 就是他腦子可以記得下12個英文單字 他一部線已經記不下去 你不要再問他 而且他的那個 他的順序要一致喔 而且他那個是亂 就是亂數亂馬 他不是一個有意義的單字 他不是照A B C D 他是有意義的 譬如說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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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 Cat Cat 所以為什麼他說現在保險箱 會有他有些人會存在美國 因為如果他是真的很多比特幣的話 那我講到這裡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剛剛你有看到那個是馬 就錢包他是一組馬對不對 上一部也是馬他也是馬 我把這個東西給他 你是牛嗎 你是我的馬 我們停止無意義的對話 那比如說我把這支筆傳給他對不對 這支筆會有Token 就他一樣也有馬 也就是說在所謂我跟你講 很多人講去中心化他就以為 啊這個洗錢很方便 很多買武器什麼的 他以為很方便 他以為說這些馬是保密 去中心化 沒有去中心化的意思是 你其實這些這些馬 是被很多個記事本給這個紀錄的 你反而刪除不了啊 所以他留到哪裡去都會紀錄 所以假設如果我舉例來講 如果柯文哲被查到一個冷錢包 完蛋完蛋了 為什麼因為裡面所有都有紀錄 而且在國際的這個辦案中心 他其實是可以解碼的 對 然後現在如果你要現金交易或者是就 譬如說我要把比特幣要轉現金 或買比特幣的話 他都要KYC就是真正的身份認證 所以除非你找車手但還是可以透過KYC找到這個當事的人 好那另外還有什麼容易變現的貴重物品 譬如說金條各種 然後還有一些重要的文件 可能在這裡面 還有一些這個小型的 小型物件 跟毒品 在國外有發生啦 確實 康文哲應該不會藏這個 他應該不會藏這個 不要抹黑他 他可能放一些很多甜點的相簿 拿來唯一用的 他有一些譬如說犯罪計畫 跟一些證據啊等等帳本 所以其實正常人啊 我說的是很正常的一個人 像上一副這種人 就算是上億 他也是真的 他不會什麼保險箱這樣 我有耶 你也有 你會放在保險櫃裡嗎 沒有 我保險箱沒有現金 你看他現在滋滋烏烏的 他老婆聽啦 來 那柯文哲曾經說過什麼 他想要用區塊鏈管 管理這個選舉帳目 因為他說這樣保證名嘴不會再罵 所以你看他說 我這一次乾脆 那個來用區塊鏈來登錄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他的邏輯說 因為每一筆帳都會記錄 這個是我們的理念 也不會放水等等 所以其實柯文哲應該是 所有政治人物 就是競選總統那幾位裡面 對於區塊鏈比較熟悉一些的 我覺得就是用這個 我們就可以來印證 但有沒有我當然不知道 目前我覺得還要看 有這個更確實的資料 那另外來看眾望基金會 小金庫 我要提醒一下 那個李文中 雖然你帶電子腳料 但要記得 台北市社會局 要求你在9月20號以前記得補件喔 這很神奇了 民眾黨不是剛開始就是 所謂眾望基金會 他們不是有發一個聲明嗎 說他們都有合法申報的沒的 結果今天台北市的社會局 居然告訴他們 趕快來補件 趕快補了你們的財報 因為他聲明自證違法 因為他說他要召開董事會 然後通過以後馬上要報以朝公信 財團把人把規定 每年度結束後 五個月內要報到主管機關 換言之五月底他就該報了 聲明第三點怎麼說 我還要召開董事會呢 要那個審核財務報表呢 所以文中 那個社會局說他八月的時候 已經淨通知給你 你們一直都還沒做趕快處理 那我們再來看 柯文哲設基金會幹嘛 我們一直在討論嘛 他們有沒有在重複用人 或辦公室的問題 你會看柯文哲很早就說了 他為了要選舉 所以他要聘人 所以他順利基金會 所以他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 哦 他設立基金會不是做愛心 他順利基金會 他是為了他總統選舉佈局 他自己講嘛 因為選舉要雇人 那魔戒這個骷髏 我跟你講柯文哲 是不是戴上魔戒那個人 我覺得他不是 他是那個魔戒旁邊那個骷髏 要戴不上去 然後呢 已經變了一個樣了 不過陳佩琦會無知到這個程度 我真的很驚訝 這個Grace Grace Grace怎麼看 而且呢 你說這個柯文哲好了 柯文哲到了第二任 這個身邊居然圍著的 都是審慶慶的這個人馬 然後難怪 在第一任的時候 柯文哲傳出來 對底下的公務員多麼的不客氣 然後呢 這個現在傳出來說 原來公務員當時收到了 不只是羞辱耶 每個公務員都活在恐懼當中啊 你怎麼看今次的發展 總之啊 今天的發展啊 哇 這個驚不驚奇 意不意外 陳佩琦居然又出來了 我們PG車手出來 直接解釋 所以有人說我洗錢 我每筆錢都乾乾淨淨 所以不用洗 只是 只是喔 這個薪額搞錯 上次說一百多萬 其實我們是一千六百多萬 又差一個零了 好 那我們差不多來分析一下 它的分配啊 他這個一千六百二十八萬 其中啊 這個不管是不是 爸爸的遺產 還是媽媽相關的這些部分 然後還有什麼 加起來是五百三十五萬 那這個醫院的工作薪水啊 他加起來差不多是五百二十八萬 嗯 競選補助款再扣掉房貸 兩百三十萬 柯文哲當醫生的時候的存款 是一百七十一啦 那另外還有 有的沒的什麼車馬費那些 有什麼加起來是一百萬 喔 欸但是 就有一個問題了 什麼問題 嚴重了 哪裡嚴重了 請問一下 為什麼 你那個醫院工作薪水 不都匯到你戶頭嗎 對啊 啊你幹嘛湊滿了五百萬 我要把它提出來 然後再存進去嗎 讓再 再分屁存進去 真的很奇怪啊 還說他喜歡那個聲音 咯咯咯咯 咯咯咯咯 然後wheel兩張 還拿出來 沒有記錄有限制耶 他可以買一台 點操機回家自己點就好了 不是一樣嗎 喔 這還是他的樂趣 我有點難 難想像的 這個樂趣蠻特殊的 再不會償利了吧 我也考不太了 所以光這一點我就覺得很怪 為什麼要把我就是醫生的 然後提出來 那另外他的房子 他有說明他的4300萬 他的金流來源 說他的金流來源 在那個所謂那個 履約保證的那個帳戶裡面 那我們來看的話 他是湊滿 他有4000多萬的紀錄 但是不是4300 然後再來就是說 匯進去的戶頭 目前看啊 他是說都是屬於柯文哲的 那這個我覺得裡面的細部彈 這個我覺得明天一定很多人 會再分析出來有沒有問題 只是光喔 剛剛講啦 就是光從你為什麼把自己存的錢 然後再提出來 然後再分開 然後用ATM再匯 這個真的很奇怪 好 縮成500萬 然後再存一次 再存一次 什麼東西啊 而且其實他就是 其實大家記得啊 因為那個新聞也有說嘛 這陳佩琪你多次翻供耶 那你為什麼 其實面對檢調 你更應該要說實話啊 對 你為什麼面對檢調的時候 沒有把這些表格給他 他說有給啊 他說我都給檢調了啊 然後我會再調資料出來給大家看 結果今天調出來的資料是這樣啊 對啊 跟我們所謂看到檢調資料 我們看的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了 又不一樣了 所以我在想說他 又不是押稅前了 他的解釋就更特別嘛 所以我覺得 這沒關係啦 他如何解釋跟檢調如何解釋 反正有錄音錄影啊 所以我覺得 尤其你會發現 我覺得最嚴重的是什麼 他為什麼這一些事情 就是他今天早上受訪 民眾黨平常都說什麼 說媒體不公 可是民眾黨很奇怪啊 他也是不公平的對待媒體啊 只有幾間媒體早上受專訪耶 只有固定幾間耶 然後下午的時候大家知道 整個記者這個群組都大生氣耶 就問說好這麼重要 全國矚目 你為什麼不直接開記者會 你為什麼不接受聯訪 怕問啊 然後你為什麼就指定跟內定 我跟你講 剛下午4點多 整個媒體群組都爆炸了 我這樣講 別人會懷疑我在裡面 好 你是在裡面 那總之啊 你再看啊 現在很多的現象 就是說 小草到底會不會陸續的醒來 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的這個難過啊 什麼時候平復比較重要啊 因為我覺得醒不行 那也只是 他搞不好已經知道 他們要的搞不好不是正確的答案 他要的只是說 他難以相信自己選錯人了嘛 就是初戀的可能會遇到這狀況 對 對不對 那有非常多人就說 欸有蠻多的人齁 就是父母親啊 都感到欸他們家的這個孩子好像都清醒了 覺得非常的安慰 對對對 等等的 那我個人在路上走 那一些年輕人 確實現在也都有在討論 因為我要跟大家說 就以我那個整個大數據的這個分析來看 其實在討論柯文哲積壓這件事情 其實居然喔 比他的大選的時候最高的聲量那一波是兩倍以上 啊比他大選的時候還兩倍以上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就是說柯文哲在選舉的時候 大家知道他的聲量非常的高 非常的大嘛 基本上大選一定聲量最大的 那沒選的時候基本上不會太大 像侯友也沒選基本上就沒了 那反而柯文哲 在這個所謂他積壓的那一天的高峰 居然是所有總統參選人 聲量的兩倍 所有總統參選人聲量的兩倍 對就是說我認為說他已經是第一了啦 那其他人也比不過他 就是說他就是兩倍的聲量 那如果是這個狀態的話 我們不要講說小草怎麼樣 其實非常多的中間選民都已經認為 就是說他應該是有貪污 但是圖利這件事情 我認為已經有非常多人 早就覺得金華城有圖利嘛 所以我覺得他想要 一直積極的翻身 他大概都六七成都不相信柯文哲 是清白的 應該是從他都沒有被羈押之前 大家有沒有印象 其實台北市市民啊 就有八成的人 八成不相信 他完全沒有被 不會被起訴 那時候就有八成的人 那相信他不會被起訴的人 只有兩成啊 那個時候他都沒有被羈押喔 那最新的話現在公布的是網路民調 因為這個傳統民調現在目前都還沒有 那如果是網路民調的話 其實也就是78.6的 是已經絕對不相信啊 所以其實就差不多這個數字 我認為就是二八 二八啦 那另外的話我認為 因為有太多巧合 所以也導致 導致就非常多的 這個民眾黨的人 也不知道該怎麼樣 去幫忙護航這件事情 但當他們都不知道什麼護航的時候 居然也要辦這個所謂全國的這個 什麼說明會啊 我覺得這真的很奇怪 那他們到底要說什麼 如果他們繼續的在喊 司法不公 政治破壞 我覺得有八成以上的民眾 是非常不認同的 那另外我要講啊 像謝立功啊 他就是說了一些實話 因為謝立功是懂法律的 那他以前也待過什麼調查局啊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蛤 移民署署長 移民署署長 他也在過調查局 那重點就是說 他應該知道說 柯文哲如果繼續採取說 我就是無罪的態度去對 對待檢察官等等 他會一直持續被激壓下去 所以他當然希望民眾黨戰術要改變 不過我也要恭喜 謝立功 如果你被停權或開除黨籍 我還是要跟你講 恭喜你 這個就心無掛礙 一過來人的經驗 而且看到民眾黨被開除的 都比昨天更好 沒幾個啊 但其中一個我就過得還不錯 不過 義父 我們前面還在講說 如果陳佩琪分批存入ATM的錢 現在證明 如果證明事後 可能跟收賄洗錢有關 最高可能被判無期徒刑 結果 陳佩琪今天居然還出來 可能會被激壓吧 只有我們隔空算真的可能 當然 現階段我們都沒有看到 他公布的戲目 因為檢察官說 那600多萬是在集中兩個時間點 那就大家等著看 但是他說市長任內 什麼工作部 100萬對不對 對 各50 對不起啊 我剛才刻意去翻譯一下 財產申報 中選會 這是他中選會 那個擺很久了 哦 現金零 第一個 先可以 先可以辦申報不實罰款 那個 檢察院 中選會可以先辦 申報不實罰款 因為他的財產申報 現金零 財產申報現金零 有存款 但是現金是零 100萬以下都可以是零 沒有 他剛好100萬 100萬以下是零 那你現階段 你的現金是零啊 那你現在100萬啊 你要怎麼處理 對上百萬哦 對啊上百萬啊 你現在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還不談 那裡面的玉器精氣 是不是很值錢 要不要符合申報 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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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什麼 什麼樣的玉器精氣 還不知道 當然你說 他說什麼 他專訪的時候 他作證的時候 他沒有更改啊 四字共詞人家問他說 他沒更改 沒更改 那我們就等著看那個 未來那個拒絕的內容 跟那個出來再看嘛 當然你現在就是打那一種 打那一種一下 又講到什麼可問就巴巴啊 什麼又在那個小孩啦 又在打這種這種 這種家庭感情的牌 我覺得對司法而言 是沒有什麼太大幫助啦 沒有什麼太大幫助 他小孩都可能被拖下水 還要提到孩子哦 沒有啊 就隨他嘛 然後民眾黨激壓兩個月 應該 我覺得應該會延壓吧 我覺得應該會延壓吧 因為檢察官申請延壓 可能檢察官申請延壓的理由 可以很多 這次現金案在辦 什麼在辦 什麼在辦 所以不放他出來嘛 那當然你現階段小草 他是有一定的 還是有一定的人存在啦 還是有一定的人存在 那民眾黨裡面他的走向 其實今天你說陳佩琪公佈 那一些東西 因為時間點根本看不太到 有時候是比較籠統的一筆說法 一筆說法 那大家只是搞不太清楚 以前我們以前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那個薪水也是戶投進來啊 對啊 我們怎麼會等到一百萬兩百萬 把它提出來 然後再去提款機再 再存回去 再存回去到底在幹嘛啊 哈哈哈哈 這個邏輯我真的有一點不太 你自己想想我的薪水入帳以後 然後我等到五十萬之後 然後你要把它領出來 然後再把它存回去 我只能說這個興趣蠻特別的 對啊 很少見 而且也 這是說得通嗎 而且也很奇怪一件事 我也覺得很奇怪一件事 你說葛文哲當市長以來工作不穩定 好啦 柯文哲如果出什麼意外你還在啊 對啊 哈哈 好不好 你公務員還有退休金呢 對啊 而且你們的存款2400萬 你擔心沒有錢這很奇怪 對啊 你不要買豪宅就好了 錢存起來啊 不是真的 因為它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它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然後 其實它那裡面的說法 我覺得 唉 反正就是出來講給小草啦 講給一些人聽嘛 當然 我覺得這兩天還可以等一等嘛 那 他又說我沒更改 那意思就是說 檢察官那四種說法是不是說謊 總是有人說謊嘛 對 那我們就等等 好我們就來看喔 今天傳出呢 檢調在查扣柯文哲銀行的神秘保險箱裡面 又發現了有上百萬的這個現金 如果再加上呢 現在傳出來 陳佩琪會給海外指引的錢就有五六百萬 哇 薛偉 搞不好柯文哲真的有海角好幾億喔 柯文哲他們家齁 我就覺得說 真的就像是什麼 松鼠家族你知道嗎 真的到底有多少來年不明的錢啊 可是你看你看松鼠齁 只要找到堅果 找到果汁有沒有齁 他就開始到處藏對不對 藏處藏 那叫做什麼 化整圍林 你知道嗎 等到要用的時候 我才起來借的地方拿起來 如果要過冬之前呢 我可能把這個地方拿出來 再搬到別的地方去啊 所以你看 現在啊 那個什麼 陳佩琪已經被看出來說 他有六百一十九 還是ATM操作耶 對 我說實在 你ATM操作六十次的話 這是很平凡的 這個帳戶會被凍結的你知道嗎 對啊 因為現在你要車手有沒有 詐騙警員車手 你如果一直在 對你一直在這邊存的話 馬上就會列為什麼 警示帳戶 你還要去警察局喔 寫一個那個單子有沒有 申請說 凍結了這沒有 這不是非法的錢喔 那為什麼他可以弄這麼多次 操作六十幾次都沒事 你要講說他因為時間拉很長啊 可是你把他算一算六十幾次 幾乎每天都在會耶 真的 對不對 這不覺得很奇怪嗎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應該他的帳戶也有非常多 這兩三家銀行 下個禮拜換納吉家銀行這樣 所以就會躲避這個這個銀行 事情帳戶的那個警示有沒有 而且還有資金的帳戶可以分散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 這個就是他的手法 所以這個很明顯就是啊 這個就是基本上 就是化整為零啦 而且你知道嗎 這些錢 你交代不清楚對不對 對 還適度翻供嘛對不對 那可是今天又傳出來說 欸你看 我到義營喔 到義營的幾個分行有沒有 去調閱你的那個什麼 保險箱的一個住用紀錄 還查過到裡面 現在傳出來說好像有 上百萬的現金耶 上百萬現金 為什麼藏在保險箱裡面 我說真的 這如果查出來的話 讓我想起來 當年阿扁的海角七億 你知道嗎 欸當年阿扁的案子 你知道最高紀錄 在國泰司法銀行那個保險室 裡面藏了多少錢 你知道嗎 十三億啊 十三億喔 對啊 最高紀錄 竟然可以燉十三億你知道嗎 燉在那時候要怎麼樣 他還找了很多朋友啊 包括他的嫂子啊 陳靜英啊 還有他的那個哥哥啦 武警棒 還有那當初那個什麼 元大的董事杜立平他們有沒有 找了一堆人說欸 你要幫我把這些錢怎麼辦 如果查到查庫之後 我們就瘋了 對不對 那個時候他們就開始 往外匯 匯到外國去 你知道嗎 分上風險嘛 那問題是台灣現在 因為最近這幾年在查 儘管會在查這種金流的方法 那詐騙錢實在太多了 對 所以你如果在台灣匯前 我說知道很容易就被查到金流 那為什麼欸 現在金流好像看起來 柯文哲說到一堆堆的幾三片 好像沒看到對不對 而且柯文哲朋友又不多 又不像阿彌 那還說他很多隱形朋友 你如果沒有撞空 你怎麼知道他去投資運源 他跟沈靜靜好到這個程度 對 而且我跟你講 為什麼現在掌握在沈靜靜 這個人的身上你知道嗎 沈靜靜這個人你不要過了 他以前常常跑去澳門 是不是去賭博我不知道 可是你知道嗎 他2014年的時候 曾經把他的亞太工商聯 你下面的股票持股有沒有 百分之三十 像那個什麼 喜米華太陽集團佐佐華華有沒有 欸跟他借了六十億 對啊 借六十億後來你知道嗎 你沒有現金 喜米華是什麼人物對不對 你沈靜靜對不對 社會上打滾出來 我喜米華也是打滾出來的 真的喜米華很厲害 崩牙居又被我幹掉了 更何況是你沈靜靜對不對 對 所以他就跑來台灣打跨國官司 但那時候逃出引員 差一點被他查崩掉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跟你講 後來這個案子怎麼結束你知道嗎 好啦我認賠 我既然拿了亞太工商聯 百分之三十的股票 跟你借了六十億對不對 那法院就判說 那你這個工商聯的那個股份 就給他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為什麼逃出引員到現在 他的產權很複雜 就是這樣 我根本就沒有要 檢察官說我有要去搜索 要怎麼搜索 說所有權人這麼多人 而且還有一個周卓華 所以真的很難 很難嘛對不對 裡面現在也沒人 沈慶欽真的隨便藏 對啊 所以你看海角七億 當初十三億 都可以放在國泰 四華銀行的保險室裡面 對不對 那現在有沒有可能 把錢放在草豬引員裡面 我不知道齁 這個只是我預測齁 我發白日夢想到的齁 那另外勒 因為沈慶欽跟香港的賭場 關係很好對不對 他2015年也拍到說 他帶著硬腳會去澳門嘛 對不對你如果今天去的話 我說真的賭場 尤其是澳門賭場有沒有 他在洗錢的手法是怎樣 我今天只要進去賭場 拿了一大筆錢去買籌碼 他根本不會管你說 你在裡面輸贏了 我已經買了籌碼嘛 對不對 籌碼之後我有沒有賭 不知道嘛 我把這些錢再換成 換回現金有沒有 而且這些錢的話 你如果說怎麼你拿五十億進去 突然間沒有錢出來 因為裡面有所謂的馬仔 澳門很多的賭場的馬仔 馬仔 負責幫你的錢有沒有 換成現金之後 籌碼換回現金之後 負責幫你洗出去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海角七億 當年為什麼把錢洗出去 就是因為愛德蒙 國際洗錢組織發現說 你陳志忠跟黃瑞進的戶頭 竟然有密集的轉匯紀錄 所以那時候他把它凍結起來 傳給我們台灣的調查機 可能是洗錢賬戶嘛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海角七億才曝光嘛 所以到時候是不是有些錢 是經由香港 澳門賭場 把洗成境外的那些一些錢 或者怎麼樣 或者虛擬貨幣 這都有可能喔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現在 台北地先署 他找了陳文錦來查 就是為什麼 他是有可能你這些錢 因為你知道 柯文哲當初不是很相信嗎 他就告訴你說 欸選舉帳戶很簡單嘛 我們現在用區塊鏈 對結合我的那個選舉資金有沒有 對你的帳戶清清楚楚 那就表示你對區塊鏈這一段 很清楚嘛對不對 對有興趣 所以你現在這個錢進來之後 所有的政治現金什麼東西 是不是利用區塊鏈之後 把他錢 換成其他的虛擬貨幣 現在不一定嘛 所以有待於台北地檢署 那個陳文錦檢查官 接下來你要好好去查 對真的要抽絲拨錢好好查 對這個問題是隱密性很重 可是這個案子我發現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到目前為止沒有白手套出來喔 海角七億當初查了一大堆 包括吳淑貞的哥哥啦 他的嫂嫂啦 還有他的好朋友閨蜜啦 甚至黃芳燕也有 還有一個方法 黃芳燕當初被查出來 在他的西裝裡面有沒有 竟然查到八十幾件珠寶跟翡翠 所以當初也可能 把這些變成有價的 尤其是鑽石有沒有 他是有一個國定鑑定的一個價格 在裡面喔 我現在變成鑽石是不是 還好長 所以這些很多很多那個什麼 洗錢的方法啦 手法啦 現在就是告訴你說 台北地檢署是不是趕快查 而且先今天又約談的端木證 對不對 那端木證是幹什麼的 他是作帳的嘛 那這些帳到底從哪裡來呢 依據為何你為什麼可以做這些帳 端木證可能就是一個破口 那其實接下來最大的破口是誰 李文中跟李文娟 我們在告訴你說 你看我們這個時間走嘛對不對 這裡面最重要木可公司有沒有 這個木可公司又是跟誰有關 李文中跟李文娟 兄妹兩個人嘛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的話 眾望基金會 那天我們有講嘛 2700萬的捐款 你現在這些錢跑去哪裡了對不對 而且這些錢 欸接下來還有包括說你 論功行賞的錢啊 陳佩琪 ACA密集轉帳啦 買商棒抗豪宅有沒有 後來你又想要成立一個 制搖傳播傳媒公司有沒有 這些的話說清楚 這李文中在裡面的角色是什麼 尤其李文中 又是整個競選總部的那個財務長 整個錢進進出出 你一定很清楚喔 不是說你一句話說 我很負責任的告訴大家 我完全不知道 就算了 所以接下來你看 欸其實這又看得出來 檢調在辦案的一個手法 我今天把李文中跟李文 今天放在外面有沒有 給你一樓樓樓 帶著電子夾料有沒有 那就是告訴你說 你接下來有沒有跟其他人 有所接觸 有所通聯有所幹什麼 這個通義紀錄 全部已經都被監聽喔 你如果有一絲絲的舉動 是不尋常的話 有可能也會突然間成為一個破口 我是希望啦 了解這個案情裡面的人 為了自己著想 你應該是學當初啊 阿扁那個扁案的時候有沒有 他的總統府出那叫做陳正惠 有沒有 你要趕快講出來 你如果經手有看過這些錢的話 趕快跟檢察官舉報 或是你遭第一雷 第一雷舉報 第一雷認罪的話 你的罪可以重新發落 或許也不會有這麼嚴重的 那個罪責在裡面 我也請教這個義夫啦 呃 你怎麼看原子講說 這個檢調到現在 確實也沒有拿出 這個收匯一刀斃命的證據啊 那這個 但是陳佩琦的動作 確實很詭異啊 陳佩琦講不清楚 到檢調那邊說法前後 完全都不懂 四次四次的 對於他去存ATM的這個 原因是什麼 他也都講不清楚 而且竟然都可以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中間 確實有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你怎麼看目前的進度 反正重點還是查金流 你可以看得出來 圖利大概 我覺得檢察官在圖利方面 應該信心蠻強的 那不管林中民啊 林榮青 林青龍 那基本上他們都是 392到560 以及允建樓梯板面積120 的那一 十二萬多的那個時代就是 對 因為 20%容積率是在2020年後的事情 出現是在2020 他們是2018年就已經離職了 所以他找他們去只在證實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有輪番提醒柯文哲 什麼事柯文哲就是不聽 就表示金華城的主導力量在誰手上 那只是那個也都是一個強化土利罪的證據 那當然現階段你看來檢察官是要 以圖利罪打底往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 違背職務收賄罪往上走 那往上走當然查就得查資金來源 查資金來源的時候 你要有去勾基形成一個可能的對價關係 下去釐清嘛 這都是正常的手段 正常的手段 當然檢察官放說什麼 他們說檢調系統也好啦 什麼什麼不管啦 但我只問一句話 當民眾黨籍全黨力量 黃國昌黃珊珊啊 包括陳志涵啊 包括吳玉軒啊 包括陳佩琪啊 出來的講話 司法不公司法追殺 加上170萬 我跟你們說過那是什麼錢 什麼錢就是不相信司法壓迫怎麼樣 9月8號 陳佩琪是不是在台上這樣說 對啊 9月10號 600萬就出來了 供詞就出來了 那個就是告訴他們說 想一想你作證的時候你是怎麼講的 你現在說我怎麼樣 對陳佩琪作證過他怎麼還敢這樣講 檢察官的反擊不要忘記喔 檢察官的反擊 檢察系統的反擊 也可能是連政署的反擊 也可能是調查局的反擊 因為不要忘記一件事 我約你當證人 我要錄音錄影 證詞你要拒絕 你要拒絕的 送到北檢錄音錄影 證詞拒絕 所以你看啊民眾黨架很大聲啊 布什告給我看啊 你可不可以告給我看 而且再講一句白一點的話 因為這裡面的陳佩琪的四種說法 有出多少問題呢 第一個民眾捐的選舉經費 怎麼會到你戶頭不到專戶呢 對啊 怎麼會到你戶頭不到專戶 你再轉給你小孩呢 對 這馬上有法律問題 他在告訴你你的說法都有法律問題 然後你說避免遺產稅先提出來 避免遺產提出來 再規避遺產稅 對 其實他講的很多東西都有問題 然後後面再統一口禁 統一口禁錢不要忘記 什麼爸爸媽媽 往生的什麼陳志涵都搞不清楚 就隨便出來講 對 你看吳宇軒到最後600萬出來的時候 吳宇軒出來是在跟你講什麼 講那個提款 那個用存款機 什麼什麼什麼違不違法 怎麼樣 他不跟你講600萬 再講啊 我說再講啊 不可能是說 你們在外面放話攻擊 攻擊這一些偵辦單位 偵辦單位只是告訴你 你在這裡說什麼 你在這裡說什麼 對 這你有簽字的 有錄音錄影 你說陳佩琴旁邊 黃珊珊有沒有幹過律師 她不知道 作證有錄音錄影嗎 她不知道嗎 所以奇怪了 這人不用簽結嗎 黃珊珊不知道嗎 黃珊珊的動作真的有點奇怪 你站在旁邊 你還不阻止陳佩琴 所以讓他講 所以繼續講嘛 你講越多 你會發現 你逼的檢查檢查系統 或是被你指控的單位 他必須去釐清一些事情嘛 所以再講嘛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查清流的過程 你說保險箱 其實扁案那時候 我們都經歷過了 保險箱 查保險箱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查 你有沒有把錢擺在保險箱 其實你說保險箱很小 看你租哪一款的啦 人家十幾億都可以擺在保險箱 對不對 那扁案的時候 十幾億都擺在國泰司法地下室的保險箱裡面 那你說查保險箱 保險箱裡面 其實你說很難嗎 其實檢察官查保險箱 其實也不難 因為譬如說 我現在要把我要辦中聯話 我把吳靜宜列為關係人 你們的姓名身份證字號 一出來我丟給銀行 銀行一下去查 這個人有沒有承出保險箱 都知道馬上就會知道 除非你是用什麼 我所不知的人頭 我所不知的人頭 如果是我知道跟你的關係 我一下去馬上就知道你有沒有開保險箱 那你開保險箱 其實你說他是 現在才知道有保險箱嗎 我絕對不認為 如果我知道哪幾 你在哪裡開保險箱 你的相關人在哪裡開保險箱 我都知道我一定派人盯著 有沒有人異常進出 因為很簡單 我是不是有在搜索範圍內沒有查到 搜索範圍外 有擺現金 然後 要被查到了 趕快拿去擺銀行 我就在外面等著 有沒有異常狀態啊 有沒有異常狀態嗎 那發現都沒有人動的時候 那我就下去查嘛 所以我覺得檢察官不會這麼晚 查金流查到現在跟你說 我現在才知道有保險箱 我不相信 因為我朋友也被查過保險箱 陳水扁案你看他們查保險箱 黃黃麵透過兩個女婿 有人開了兩個保險箱 負責擺巫蘇貞的珠寶 鑽石什麼一大堆 誰開的什麼保險箱 誰開的都不是本人 但全部那些保險箱 全部都被查出來 所以保險箱裡面可能放什麼 所以說檢調現在要查 柯文哲周邊的親友嘛 當然啦 其他的親友都要開始查 一併查嘛 你說今天去那個保險箱 一定登記的是柯文哲嗎 一定是陳佩琪嗎 還是其他人呢 不知道 都不知道嘛 我們現在他們也不講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嘛 那保險箱裡面 鑽石啦 珠寶啦 或是剛才講的什麼金鑰啦 什麼他都可以藏在裡面 黃金啊 現在最夯黃金嘛 十兩十兩的黃金 你看攜帶多方便 變現能力多強 那你在查什麼 查除了有可能的現金外 你有沒有換成其他變現容易的 高單價的珠寶等等 這些也要一併查嘛 對 所以他現在在查什麼 查金流 其實他第一步要勾擊的 其實是那1500 你看他要不要找出一個 相對的那個金流出來 他要去查這個嘛 第一階段一定是查這個嘛 那虛擬貨幣就交給另外一個檢察官 我現在要勾擊的是那1500 我一定要先勾擊那個 你勾擊完了以後 你才去看另外檢察官虛擬貨幣 另外是還有沒有額外的繼續查 所以他在查對價 不過你可以看得出來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木可不是木可眾望該報而沒申報 這邊講幾個 第一個木可是私人企業 新故鄉是社團法人 依規定3月底前要報 對 縱望是登記在台北市的地方信財團法人 依規定5月底以前要報 請問你政治獻金什麼時候要報 不是選完以後 4月12號 對三個月嘛 你沒發現這三個時間打在一起嗎 你有沒有發現這三個 三個要申報的時間打在一起嗎 如果打在一起又沒申報 裡面又傳出什麼 在桃園辦活動要用眾望什麼一大堆 那你仔細想一想 這三個是什麼關係 再加上一個木可 所以在對話關係上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跟李文娟的對話上面 我們不管什麼媒體大亨 裡面提到了什麼 第一個選舉剩餘款 請問你選舉剩餘款不是在專戶裡嗎 哪來的選舉剩餘款呢 可以可以拿出來用 不行喔 已經結束囉 對不行 哪來的 對 很奇怪喔 第二個 有沒有提到眾望 有沒有提到新故鄉 木可眾望新故鄉加選舉金貝 有沒有提到這四個字詞在出現 都有出現吧 然後他跟誰要他把這些資料弄出來的 李文娟 那換言之 我們可以合理的彩測 他建構了一個資金平台 資金平台的 金流的掌握換來換去的 掌握交給誰管理李文娟 最終的財事者叫柯文哲 你從對話裡面就可以釐清這些關係 但是這些金額跟金華城有沒有關係 那是一個問號 因為很清楚一件事 如果我犯罪我收回 我的會計在這邊 有很多錢從哪裡來我是不會跟他講 我只是把錢交給你說你這個到哪裡去 你這個到哪裡去 我不會跟你講金錢來源 所以這裡面關聯性在哪裡 所以你說他們在查 好像在查一個案子 不只吧 一併都查了吧 縱望也查了吧 木科也查了吧 什麼都查了吧 哇 這個問一下東好了 KP世家會不會全家都有事喔 而且真的很誇張 好啦他說這個600多萬裡面 有事小孩過年的壓 假設我們講小孩過年壓稅錢好了 他去領 他去存入的時間什麼時候 一個是3月 一個是10月 一個3月到4月一個是10月 是怎樣的 你到底收了多少壓稅錢 拿那麼多錢 這個時間隔了一兩個月才去存 也很奇怪吧 而且還有一個時間點喔 這個現在大家也在質疑嘛 就是這個陳佩琪存錢是在2023年10月 這第二次 2023年的9月30號 柯文哲到桃珠影園讀會審慶金 然後隔天到了美國 突然告訴大家我手機不見了 手機不見了以後 這個陳佩琪在台灣幹嘛 拚命跑ATM存錢 這個時間點真的是非常的奇怪啊 而且大家都還沒有還沒有講喔 陳佩琪我們剛剛不是聽到嗎 我會申請網銀的資料給大家看 那4300萬的這個 這個銀行的這個匯款紀錄 有這麼難申請嗎 而且他說 因為我東西都交給檢調了 問題是真的 在你交給檢調之前 多久以前就爆出來了 怎麼會到現在沒有這個金流給大家看呢 你怎麼看這整個的狀況 剛才學委在講的時候 講一個一個 這是其實在變相提醒陳佩琪 所有在檢察官 你以證人身分所講的內容 不管你對這個ATM現金存款的事情 講了幾次 哪怕你有三種四種不同的講法 檢察官到此時時刻為止 沒有追究你證人的身分有沒有違證 沒有 他只是告訴你你講了四個 你有四種說法 記不記得陳志涵有出來講說 那個什麼媽媽的手尾起來 後來改說是爸爸 爸爸對 因為媽媽還在 可是 在鏡週刊裡面你會看到他加引號 那裡面真正的引號的敘述是 陳佩琪是跟檢察官講說 因為怕媽媽過世以後財產 所以他先領過來看 是講這句話 方便以後遺產的那個什麼處理之類的 一千多萬才要付遺產稅 所以我就講那是加引號的 記者 因為一週刊那個記者 我跟我講 因為大家最近對記者有很多懷疑 那 鏡週刊的記者 他在一週刊實在就存在 我是因為扁案開始上電視 上政論 他們在扁案的時候就在了 那是馬英九總統執政的時候 2008年開始 那個時候現在的鏡週刊 當初的一週刊 這一組司法記者 他們當年一年之內做了20期的封面 那個是不是也有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如果我們要講偵查不公開嘛 那檢察官有沒有帶封下面 我都承認 都算都有 那一樣同一批記者是不是打破藍綠 他照樣都可以拿到獨家新聞 所以揮揮揮揮看 這個時候丟這個東西 不是最新的 都是上一波動作的內容 再告訴你陳佩琪 你講了四次不一樣的說法 對 或者這四次合起來 沒辦法解釋那個 大概700萬的事情 如果陳佩琪再繼續這樣下去 你不能真正面對問題 其實我提醒我 因為陳佩琪上次作證出來之後 你就把他接回家去 不要讓陳佩琪去採到偽證罪的風險 偽證罪真的不值得 柯文哲一個人犯錯甚至犯罪 千萬不要獲己子順 為什麼講這句話 坦白說這600多萬 你真的說要以金華城的案子 然後來論這個收賄的金額 這錢算非常少的 檢察官的想法不是這樣子 我也許 他也許分偶幾筆 我也許沒辦法找到全部的錢 可是我只要證明這一筆錢 這一筆哪怕是 是從那裡出來 是從那裡出來就夠 對 因為我的舉證是600萬 是6千萬還是6億 除了量刑的 法官量刑的幅度不一樣外 那600萬如果真的是 省清清的錢 你就是貪污啊 對啊 就不是圖利 但是陳佩琪他們這些人來講 你這時候千萬不要去做偽證 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 你要對外講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要反反覆覆 不要害了自己 你身邊這些懂法律的人 也不要害了陳佩琪 然後陳佩琪千萬不要害了自己的小孩 因為他勾勒的這個細節 是已經進到子女的帳戶 對 我不客氣的講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張 這是不久之前 柯文哲跟阿扁的合照 阿扁 阿扁個人造孽就算了 他跟吳淑貞兩個人就算了 你知道他害了陳志忠 陳志忠你知道他入獄服刑 好不容易現在才終於 把這些官司都告一個段落 為什麼會害到陳志忠 他自己的獨生子 陳志忠有一個偽證罪 陳志忠因為他媽媽的關係 去調動了海外的資金帳戶 有金流 他又有一條洗錢罪 我一直在講 因為市長 因為他只是選總統 只是當台北市長 他的權利沒有像阿扁那時候 成為中華民國總統 不管是市長也好 總統候選人也好 當總統也好 他都會有很多的誘惑 他都會有 他會有很多人 主動來誘惑你 你如果一個把持不住 下場就會像陳水扁一樣 那陳水扁那時候 幹了什麼事情 你今天在柯文哲 跟陳美琦之間 你們一定要記取 一定要記取阿扁跟阿征的教訓 家屬 要小心 不要去碰到偽證 萬一 如果你知道你的錢有問題 不要去碰洗牆 因為 可是現在這個狀況看起來 逃不掉了吧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嗎 還有機會 因為在檢查關沒有轉轉 改變你的身份之前 都要有機會 我講 我那麼講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有把握 證明了六百多萬 都是有 有收入來源的 你當然可以堅持 但是你如果沒辦法 證明了六百多萬 因為你用現金存進去 你知道現金很難證明 除非怎麼樣 除非我家裡有一堆單據 對 比如說 尤其我上你的節目 我要簽 我要簽這個 勞報單 那一張我沒有留對不對 可是會進國稅局 對 我可以在國稅局裡面 調出我的收入清單 沒錯 我每年報稅跑不掉 那如果 你要說 我們漏報 對不起 你如果當年沒有漏 沒有報稅 他那個小便宜 你今天遇到 金華成的圖利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 財產來民不明罪 財產來民不明罪 的速度會比 圖利的本身判得更快 那如果這六百多萬 被證明 跟審刑金有關 那你就要收縮賄賂 而且他講的四個理由裡面 柯文哲的稿費 一定會有證據 母親帳戶裡的錢 一定會有帳戶資料 因為錢就表示 在帳戶裡面 我會有一個提領現金的紀錄 那為什麼 檢方會把這個訊息放出來 表示我沒有查到嗎 如果 有的話 檢方一定會採用 因為檢方 檢方不會笨到這個樣子 押稅錢很難講 押稅錢可能收到現金 可是都幾歲了還在說 就算你二三十歲還在收押稅錢 對 也認了 最糟糕的是 民眾捐的選舉經費 對 如果陳佩奇 你真的講這話 你這可能涉及到侵占 因為這筆錢 你是不能拿來 作為個人所得 是啊 所以 而且如果又沉入死 你照護你天啊 所以柯文哲的律師 你們要好好的保護陳佩奇 不要讓陳佩奇變成被告 檢察官沒有對陳佩奇 趕盡殺絕 有沒有一種可能 懂法律的人 趕快把陳佩奇推出去 有事你去打 那一定 那一定是 那個一定是政治人物幹的事情 好 講了這一輪裡面 最有價值當然就是一千五 對 一千五 所以一千五裡面 他不會告訴你錢在哪裡 他只會告訴你 有一個一千五跟審慶金有關 所以 如果這個一千五被找到 被證明的時候 就是十年起跳 對 如果在未來這幾個月內 沒辦法證明這件事情 那一千五 我們只能當小說看 可是那六百多萬不會消失 所以陳佩奇 剛剛在VCR裡面講說 他可以證明他的財產來源 還有買商辦 有沒有那個金錢的買賣紀錄 大家都要問啊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大問 你說 隨便勾計一個什麼感覺 感覺都跟審慶金有關係 你說你說在禮拜天之前 群眾大 那個號召兩萬個小草 之前你來不及申請 今天是禮拜三晚上 對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這三天你拿不到銀行的匯款紀錄 你沒辦法去申請一個新的存折嗎 嗯 我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當你把存折拿出來的時候 四千三的事情不攻自破 當四千三的事情可以證明來源沒有問題 就 柯文哲講的就是選舉不住款 面子不好看 可是不會踩 不會踩到法律的紅線 這麼簡單的事情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難道明天 還要繼續問 四千三的銀行轉帳證明呢 對 你如果拿不出來銀行轉帳證明 我當然就懷疑你 錢有問題啊 如果四千三錢有問題 再加上的六百 已經快五千了耶 對喔 所以我不懂 黃珊珊也好 因為老朋友 我不願意太講他 黃國昌也好 那三位律師也好 這麼簡單的ABC 怎麼你會繞圈圈繞那麼久 還有 我是忠心的再提醒一次 我相信陳佩奇 對吳淑貞跟陳月斌都不陌生 千萬不要做出禍言子孫的事情 要讓大人犯錯就算了 不要讓你的小孩子 以後在這個社會上 抬不起頭來隱性埋怒 等到處